欢迎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赖青的老家遭贴布条抗议 乌克兰击落俄罗斯无人机 泽连斯基感谢美国军援 乙军罕见承认错误 12月24日加沙两次空袭导致平民死亡 日本沙虫药厂便追到会请和尚诵金 胆机约扎蚊虫为开发新药牺牲 前港独组织召集人抵英国深圳之庇护 称出狱后国安要求当线人到中国旅游 请大家收看 赖青的老家遭贴布条抗议 联合早报 台湾邻近党总统候选人赖青的老家被指为违剑 引发了争议 一位抗议者在赖青的家门上贴布条 表达不满之情 这一举动被认为是对赖青的警告 表示如果他不拆除违剑将会遭受不幸的灾祸 警方表示他们会定期巡逻并接受报案侦办 赖青的老家被认定为违剑 可能涉嫌偷漏税 这一争议一度影响了赖青的支持率 但最近有所回升 乌克兰击落俄罗斯无人机 泽连斯基感谢美国军员 美国之音中文网 根据乌克兰军方的消息 俄罗斯军队在12月28日夜间 从亚素海附近的俄罗斯领土发动了空袭 使用了8架无人机 乌克兰空军成功拦截了其中7架无人机 而俄罗斯国防部则表示 俄军挫败了两架乌克兰无人机对克里米亚的攻击 另外一艘悬挂巴拿马旗帜的货轮在黑海撞上了俄罗斯海军的水雷 导致船只起火并造成两人受伤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他的讲话中表示 乌克兰的黑海替代出口走廊已经输出了1200万吨的货物 今年7月 莫斯科退出了允许乌克兰从黑海安全输出谷物的协议 乌克兰随后设立了这条替代走廊 泽连斯基感谢美国提供的新一轮2.5亿美元援助 并表示这笔军事援助将满足乌克兰最紧迫的需求 此前 拜登行政当局宣布将按照现有的总统提取权 从美国库存中提取武器和装备 未来的队伍援助将需要国会批准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这批援助方案包括防空弹药 火箭系统弹药 炮弹以及反装甲弹药 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表示 拜登总统计划在12月再宣布一笔军援 但此后的援助将需要国会同意 布林肯敦促国会迅速批准新的队伍援助 以推动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月12日访问了华盛顿 与美国议员讨论乌克兰的需求 尽管拜登提议援助乌克兰610亿美元 但这项法案在国会受阻 因为共和党人要求行政当局在美国边界安全方面采取更多行动 在泽连斯基访问后 参议院领袖表示 谈判人员正在取得进展 但仍有挑战性的问题 以军罕见承认错误 12月24日加沙两次空袭导致平民死亡 联合早报 总结 以色列军方首次承认12月24日在加沙地带发动的两次空袭 造成数十名平民死亡 军方表示对此深感遗憾 并正在努力从这两起事件中吸取教训 军方官员表示 武器选择不当是导致大量平民死亡的原因 所使用的弹药类型与袭击性质不相衬 以色列军方将进一步调查这起事件 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的数据 自17日以哈冲突爆发以来 乙军的军事行动已导致2万多人死亡 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 日本沙虫药厂便追悼会请和尚诵金 感激约扎蚊虫为开发新药牺牲 新岛日报 这则新闻报道了日本一家制药公司举办的动物追悼会 这家公司为感谢过去牺牲的昆虫 特别举办了这个仪式 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之情 报道指出 类似的追悼会已有40年历史 该公司的研究部长表示 正是因为这些昆虫的牺牲 才能开发出杀虫剂 这个新闻引起了一些关于动物实验伦理的讨论 前港独组织召集人抵英国深政治庇护 称出狱后国安要求当线人到中国旅游 美国之英中文网 香港学生组织学生动员前召集人钟汉林在英国申请政治庇护 他声称香港警方国安处在他出狱后要求他成为线人 提供摄运人士的资讯 钟汉林在2020年7月被捕 保释后再在同年10月被捕并不准保释 他在2021年11月承认一项分裂国家罪及一项洗飞钱罪 被判求43个月 他表示警方数次与他约见 要求他提供摄运人士的行踪和资料 并提供线人费 他表示拒绝成为线人 因为他不会提供敏感的资讯 并认为这是警方对他施加经济控制的手段 钟汉林还表示 在一次约见中 国安处人员向他提出到中国大陆旅游的要求 他拒绝了这个要求 他认为 国安处希望通过这样的行动 将他转变为爱国青年 以此为功绩 他还表示 自从10月起 他经常生病 认为是因为精神压力和心理因素导致免疫力下降 为了摆脱警方的监控和压力 他申请在圣诞期间到冲绳旅游 并在那里买到了飞往英国的机票 这一事件引发了人们对香港警方的批评 一位香港政治学者表示 警方将前政治犯作为县人 是为了继续监控香港的社运人士 他认为 这些被判刑或释放的人 并不代表他们可以重新开始自由的生活 反而成为了国安的鱼饵 被利用来继续钓大鱼 美国之音已向香港警方查询相关事宜 游手游无痛苦 大马同行割离手术面不感容 医生 玩游戏忘记不适感 新岛日报 最近 一段在社交平台TikTok上流传的视频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视频中 一名马来西亚男童 在接受割包皮手术时 医生为了减轻他的不适感和害怕 给他提供了一部手游 男童在手术期间一直专心地玩游戏 完全分散了注意力 医生表示 现在有了手游 为儿童进行手术更加顺利 甚至可以省略安抚情绪的程序 这种割包皮手术 又称为割离 是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传统仪式 通常在男童12岁之前进行 然而 这种手术对儿童来说 可能是一种痛苦的经历 过去曾发生过一些意外 比如一名男童吓到逃回家 还有一名男童在手术中 遭受终身性残疾 然而 现在有了手游 这种手术对儿童来说 可能更加容易接受 手游可以完全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让他们不会感到痛苦和恐惧 这种新的方法 给儿童带来了更好的手术体验 也减轻了家长的担忧 这个视频的流传 引起了人们对于手游 在医疗过程中的应用的讨论 一些人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可以帮助儿童减轻痛苦和恐惧 而另一些人则担心 儿童会沉迷于手游 影响他们的学习和健康发展 总的来说 手游在医疗过程中的应用 是一种新的尝试 有一定的效果 然而 我们也需要注意 儿童对手游的使用时间和频率 以确保他们的健康和发展 同时 医疗机构也需要提供适合儿童的游戏 和监控儿童的使用情况 以确保他们的安全和健康 赞比亚反腐机构将调查外长 从中国商人那里收现金的网传视频 美国之音中文网 近日 一段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赞比亚反腐败当局的关注 视频显示 赞比亚外交部长从一名中国商人那里收到大量现金 赞比亚外交部长已辞职 但否认不当行为 并表示辞职是为了不分散政府的注意力 赞比亚反腐败委员会将调查此事 视频中的中国商人被确认为一家矿业公司的所有者 这是赞比亚外交部长第二次被指控收受贿赂 中国与赞比亚有着密切的商业关系 许多中国企业在赞比亚开展业务 特别是在采矿业方面 以色列继续再加上中部和南部展开空袭和地面行动 美国之音中文网 以色列军队周四继续在加沙地带对哈马斯展开空袭和地面行动 此前 以军对一处难民营发起袭击 并导致平民死亡 以军对此表达了遗憾 联合国人权办公室警告称 加沙地带的战斗加剧 通信中断 道路受阻以及燃料短缺 正构成重大人道主义挑战 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寻求可持续停火的努力 哈马斯被列为恐怖组织 自10日7日以来 以色列军队对哈马斯进行了陆海空攻击 导致加沙地带大片地区变成废墟 约2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乙军表示 有167名以色列军人丧生 以色列军方在约旦河西岸进行了一次突袭行动 逮捕了21人 没收了数亿以色列货币 联合国人权办公室的报告显示 自10日7日以来 约旦河西岸的人权局势迅速恶化 共有30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报告还指出 乙军在执法过程中使用了不必要或不成比例的武力 并任意执行了影响巴勒斯坦人的旅行限制令人担忧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呼吁以色列采取行动 制止定居者和军方的暴力行为 并调查所有暴力事件 活动免费多元 活跃乐林中心 助年长者多社交强身心 联合早报 新加坡政府推出乐林SG计划 旨在支持年长者在家或社区里原地养老 其中包括加大力度推广活跃乐林 以帮助年长者维持社交联系和身心健康 政府计划拨款8亿元 拓展活跃乐林中心活动 增加活动种类和质量 吸引更多年长者参与 到2025年 全岛活跃乐林中心将增至220家 此外 政府还计划加强对有护理需求年长者的支持 改善居住环境 确保年长者不会陷入孤独状态 活跃乐林中心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 吸引年长者参与 帮助他们维持身心健康 并建立社交联系 这些中心不再局限于特定的社区 而是面向整个社区的年长者开放 年长者可以参加各种兴趣班 如气功 有氧运动 卡拉OK等 还可以参加外出游览等活动 通过参与这些活动 年长者结交了许多志趣相投的朋友 生活变得充实而有意义 乐林SG计划还鼓励年长者通过志愿服务保持活跃 政府计划增加互联中心所培训的年长志愿者数量 以及乐林义工组织的义工团队人数 年长者可以通过志愿服务帮助他人 也充实自己的人生 同时 政府还设置了资讯大使 引导年长者掌握科技技能 这些措施旨在让年长者保持身体健康 精神活跃 扩大朋友圈子 过上快乐满足的生活 总之 新加坡政府通过乐林SG计划加大力度 推广活跃乐林 帮助年长者维持社交联系和身心健康 政府计划拨款8亿元拓展活跃乐林中心活动 增加活动种类和质量 吸引更多年长者参与 此外 政府还计划加强对有护理需求年长者的支持 改善居住环境 确保年长者不会陷入孤独状态 年长者可以通过参与各种活动和志愿服务 保持活跃 享受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 执总保健与不同机构合作 为活跃乐林中心开展多元项目吸引年长者 联合早报 近期 新加坡的执总保健合作社与多个机构和组织合作 推出多样化的服务和项目 吸引不同兴趣的年长者参与活跃乐林中心的活动 根据卫生部长王以康的消息 乐林SG计划将在未来五年内增加 每家活跃乐林中心的预算至少50% 以提供更多资源和服务 执总保健合作社的活跃乐林中心总监姚莉莉博士表示 政府增加拨款对于中心发展和合作项目的开拓非常有帮助 她认为与不同组织和机构合作非常重要 因为个别中心或机构的资源和能力有限 无法独自完成所有活动环节 姚莉莉以阿富四俱乐部为例 介绍了与各区医疗系统 营养师 职能治疗师和物理治疗师的合作 以确保活动能够适应不同能力的年长者 此外 执总保健合作社还希望加强与学府和企业的合作 包括让企业职员每月到活跃乐林中心当义工 并举办活动与年长者进行交流 同时 他们还计划开拓兴致灵活的微型工作机会 让年长者通过贡献自己的技能来赚取收入 并吸引更多的年长者参与活跃乐林中心 执总保健合作社 希望活跃乐林中心能够成为年长者 探索新事物 学习新知识的平台 他们还考虑资助年长者报读优质课程 让他们学成后能够开班授课 让其他年长者也授益 一位受访的资深乐林义工表示 年长者要全新投入当义工 一般需要一定的家庭和经济条件 总体而言 执总保健合作社的活跃乐林中心 通过与不同机构和组织的合作 提供多元化的服务和项目 吸引更多年长者参与其中 他们还计划开拓微型工作机会 让年长者通过贡献自己的技能来赚取收入 并希望中心成为年长者学习和交流的平台 中国房地产业2024能否走出低迷 国际十大投行券商很悲观 美国之音中文网 据美国财经媒体报道 十家大型金融机构共同预测 中国房地产行业在2024年将继续处于衰退状态 这意味着中国房地产市场将连续三年收缩 降幅将超过8% 房地产业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 衰退将降低它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 预测的原因是新开工项目下降和房地产销售持续下滑 然而 也有观点认为 中国房地产行业在2024年会出现个位数的增长 证据是工程机械设备的使用率提高 此外 中国政府可能会推出更多的刺激措施 来稳定房地产市场 另一方面 日本日经集团的三家机构 在一项专家调查中也得出类似结论 预测中国经济增速将从今年的5.2%放缓至4.6% 他们认为 中国经济前景不乐观的原因是 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和消费预振乏力 标准托尔全球评级公司也提醒人们 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放缓至2.9% 主要取决于房地产行业的表现 分析师认为 房地产业的痛苦将继续拖累中国的经济复苏 房地产销售将继续在复循环中打转 尽管有不同的观点 但大多数机构和专家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未来 持悲观态度 房地产业的衰退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降低GDP增幅 减少建筑活动和销售额 中国政府可能会采取更多刺激措施来稳定房地产市场 但是否能够扭转趋势尚不确定 明年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将成为人们判断 中国经济走向的一个重要风向标 中国出生率连年跌跌不休 影响经济成长并将对世界形成冲击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国的人口问题正在恶化 并对未来的经济成长构成严重障碍 中国的新生儿出生率持续下降 人口负增长的趋势加剧 中国的一般生育率已经跌至历史新低 新生儿出生人数也连续第三年下滑 这种持续下滑的生育率与经济发展之间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经济下滑导致年轻夫妇不愿生育 而生育率下降则导致劳工紧缺 阻碍经济发展 中国已经失去了全球人口第一大国的地位 而且在未来几十年人口占比将继续下降 中国政府在2016年废除了一胎化政策 开放二胎和三胎 但效果不佳 外国公司和中国的劳工市场也受到了中国人口问题的冲击 投资中国的跨国企业将面临人口问题带来的困扰 美国威斯康星州一所公立大学校长因制作色情片被解雇 新岛日报 威斯康星大学拉克罗斯分校人校长乔高一与妻子制作色情影片 且现身片中而被解雇 董事会认为他的行为对学校声誉造成了严重损害 但未透露具体指控 乔高则表示他从未在影片中提及学校或自己的角色 认为解雇侵犯了他的言论自由权 他还抱怨董事会会告诉他违反了哪些政策 并考虑提起诉讼 校长罗斯曼表示 乔高未能成为榜样 并错误地将言论自由等同于可以做任何他喜欢的事 以色列军空袭黎巴嫩南部 澳洲镇两公民罹难 新岛日报 总结 澳大利亚政府确认两名澳大利亚公民 在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的空袭中丧生 对于黎巴嫩的真主党 声称其中一名澳大利亚公民与他们有关的说法 政府表示将展开调查 真主党被澳大利亚列为恐怖组织 澳大利亚政府已与以色列接触 敦促在黎巴嫩的澳大利亚人离开 最近 以色列和真主党边境地区的敌对行动加剧 经济压力与加沙战争导致全球交易价值下降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 全球交易价值预计在2023年将不到3万亿美元 这是10年来的首次 这一下降主要由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影响 包括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侵略行动 交易制造商面临多重挑战 包括整合和收购活动的下降 以及全球利率上升对私募股权市场的影响 此外 金融赞助商的交易价值也下降了30% 私人股票集团在资产评估方面面临困难 交易制造商预计私人股权市场将承受更大的压力 并希望在活动速度长期放缓后于明年结束交易 全球投资服务费和整合收购费用也都出现下降 高盛银行在整合和收购咨询方面排名第一 摩根士丹利和摩根大通紧随其后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